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19号星期二 很久没有跟大家做八支视频 因为师傅来了 然后师傅这次呢 带三个僧人和两个修女 Match一起过来我的店 这几天非常非常的忙 但是今天呢 趁有一点空闲的时间呢 就赶紧做一个八支视频 在这阶段呢 这个期间呢 我也是有帮人批八支 只是呢 真正客人的八支呢 是不可以公开 或者在没有客人的 同意之下是不可以公开的 除非客人他讲说没问题 你可以公开 我才能把他们的视频拿来 拿八支拿来做视频 不然的话呢是不可以的 因为这个是专业操手的关系 今天呢也是一个网络的视频 网络的八支 他讲说麻烦大师指点 目前他还在读书 读着医学工程系 感觉自己没前途 然后呢爱上一个大自己 好多的男人交往了 才知道呢 原来他是有老婆孩子的 可是分居如今在一起四年了 他目前生病在医院十七天 期间家人老婆陪伴 感觉自己很没用 是不是很大可能 这段感情就这样没有了呢 毕竟他已经关机十七天了 然后呢感情运势如何 好啊 从这个八支我们先讲啊 看因缘 如果你已经交往了 要看两个人的八支 而不是看一个人的八支 你的八支是你的八支 他的八支是他的八支 你要两个人的八支一起发出来 不过呢 你已经知道人家有老婆孩子呢 然后你也去跟他在一起呢 这个是谁的问题 其实我也讲不通了 我也没有去资格去讲 但是呢 以八支来看呢 今年来说 以你的八支来看呢 你的关没问题 什么是关就是这个 没问题的 所以你问我 是不是很大可能 这段感情就没了呢 不是 因为你的关还还在 然后为什么关机十七天呢 哈喽 在医院怎样开电话呢 啊 医院怎样开电话 他在医院十七天关机 十七天就正常嘛 然后 你要看到不是看一下咯 有问题吗 去到不是说是朋友咯 啊看他一下咯 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用呢 你是什么 不是说人家分居了吗 分居 然后你做朋友可以去看吗 没问题吗 然后感情问题讲 关OK啊 没问题啊 虽然不是走关印 但是关 还是OK 还是没问题 天干夹几何 然后呢 土生经 地支呢 三个木生火 火来生土 其实你的八字今年呢 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如果你说你是还读书的话 那么呢 你今年继续啊 为什么 因为你走应运啊 应是什么 衣食住行 生我者应销 除了衣食住行呢 学业也是应 也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增长的 增长什么知识吗 所以你今年走的是假成是应运吗 所以如果你觉得说 你在感情上得不到什么 你就往这个这个方向 就是这个应 应是什么 读书了 啊读书最好了 继续你的啊 医学工程系就是最好了 明白吗 把你的focus专注力 专注在你的医学工程系 跟工程系 你的血液 其他的你就 没有想这么多 就没有烦恼这么多了吗 明白吗 OK 天干有硬 地支有硬 没问题啊 All right 所以希望你走对方向 因为方向很重要 方向很重要 方向很重要的 你应该去读书 你去烦这个感情 结果你越来越烦 反而你去读书的话 你就没有烦感情 你就越来越顺 明白吗 而且呢 煞硬生吗 有硬 有煞 明成立就 明立明立 有明 有力 明白吗 同样道理的 All right 所以今天这个八字视频 批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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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